子贡欲去故朔之夕阳 这里边有两个字 你要注意怎么读啊 第一个叫故朔啊 我们一般不读告朔 读故朔 从朱熹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注音啊 就是读故的 故朔 这是一个专有的名词 在这个词里我们就读故朔 夕阳也是一个专有的名词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故朔 什么叫夕阳 故朔呢 是周朝有一个理智 有一个理法制度 就是每次到了朔 我们指的就是到了这个寒冬腊月了 对不对 就是马上要到新一年了 在一个新一年的开始之前 周天子会要求 会给这个各个诸侯国的诸侯 发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来年的朔利 就是来年的每个月份的初一是哪天 是怎么怎么着 怎么安排的 因为周朝的理法制度特别的强大啊 所以以前曾经有个周朝的理礼仪的制度 就是每年到了下一年的支出 快到下一年了 然后周天子就会给各个诸侯送去下一年的朔利 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 下年朔利这件事情被叫做 呃 这个就是两个字 我们读成 顾说啊 你有的人就读成告说了 今天读告说 那时候读顾说 那顾说完了之后 就比如说周天子给你送来了这个 来年的有点像来年的日历 这种感觉了 给你送来这个东西了 那么 各个诸侯国要做什么呢 诸侯国需要在自己的宗庙当中 祭祀 这个祭祀的礼仪就叫顾说了 就是我那个周这个周天子给我发来东西了 我要在我的宗庙里祭祀感谢一下 搞一场礼仪制度 这事就叫顾说 那祭祀的时候搞这个礼仪制度的时候 用什么东西祭祀呢 用夕阳 什么叫夕阳 就是一头羊 把他杀掉 但是不煮 就是不要煮了吃是生的 杀掉了羊 也就是这羊没有别的用处了 只是用来做顾说的这个礼 周天子给我送东西了 我要衷心的表示感谢在我的宗庙当中杀一头羊摆在上面 这个 搞点时间 这个就叫顾说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3.17说子贡欲去顾说之细阳 大家知道什么叫去 去的意思就是去除 离开 对吧 这就是去的意思 古代文言文当中的去跟今天现代文的去是不一样的 今天现代文的去是到哪去 对吧在英语当中 今天的 今天的去 跟古代的去是不一样的啊 今天的去英文当中相当于是 Live Fore 对不对 就是去哪个地方 这是今天的意思 古代的意思呢 是Live的意思 就是离开哪里 从哪个地方走 这是完全 相反的两个方向 所以我们有时候读越洋楼记 越洋楼记讲去国怀乡 如果说 在今天你说去国怀乡这个去 就变成了到哪儿去 到这个国家去 叫去国 但是如果是在古代的文言文里面的去国是离开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国在文言文里不是国家而是国都 离开了国都 远离国都怀念家乡叫去国怀乡 所以这个去的意思是 摒弃掉 抛弃掉 离开他 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什么意思呢 子贡 主张子贡想要 抛弃掉 顾硕 礼仪上 用来祭祀的这头羊 他说 干嘛放这头羊在这这羊就是 这个羊把本来是活的吧杀掉然后也不煮也不吃 就把它放在这 没意义 不要搞这个 那我们就知道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仍然我们记得整个的第3篇主要讲的是李崩岳焕 也就是说在孔子那个时代 实际上 周天子早就不给大家去派发这个来年的东西了 大家也都不去管 还有谁还这个忠心的感谢周天子都不去干这些事了 早就没有这个顾硕礼了 大家都不去 这个宗庙里面做这个顾硕礼了 但是因为之前有这么一个习俗 每到顾硕礼时间到了的时候我们总要杀一头羊摆在宗庙里 所以子贡就说 这事大家都不干了你杀这羊干嘛这不浪费吗 对不对 干脆别杀了 所以这叫子贡欲去顾硕之夕阳 但是孔子怎么说呢 孔子说刺也 这刺就是子贡的名字端木刺嘛 说刺啊 你 爱其羊 这个爱是可惜的意思 可惜可怜叫爱 你 可惜可怜的是这只羊 摆在这浪费了 因为大家都已经 不去做 这个顾硕的事了 他说我可惜可怜的 是这个李呀 什么意思 孔子说如果连这个都不要了 大家就真的忘记了我们曾经有顾硕这么一回事了 如果今天连这个羊都不摆了这个李就连个壳都没有了 这就是这个意思 子贡欲去顾硕之夕阳 子曰次也 而 爱其羊 我 爱其李 所以我们知道 这条孔子很心酸啊 对不对 放在今天就是 大家都已经 不干这事了 但是呢 还遗留下来了 当年干这个事情的一点点的 这样的 这个 习俗 然后子宫就觉得这个习俗有点浪费 还干这个干嘛呢 孔子说 你 可惜的你可怜的你在乎的是那头羊了 我在乎的是这个李呀 好 我们用这个来举一个 现实当中的例子啊 我们拿今天来举个例子 也许大家更能明白 假设我们这么讲 比如说 我们以前 每次到了 逢年过节 每逢佳节 可能要去搞一些 祭祀啊 祭祖啊 对吧 这样的一些活动 但是有可能呢 在某一些时候 这个祭祖的活动被废弃了 但是像孔子这样的人一定是非常的主张恢复这种活动的 恢复这种 这个理法制度的人 那虽然这个制度被废弃了 但是呢有一些习惯被留下来了 比如说每到这个佳节的时候我们就要放个鞭炮 或者我们就要这个摆点贡这个贡品呢我们也不没人吃 呃 这个弄点酒啊 做点菜呀 这个摆了贡也大家也不吃 然后就有一个人出来说 哎呀那干脆我们别摆贡了呗 别搞久了呗 别放鞭炮了呗 浪费钱吗 结果孔子就跳出来说 你爱的是那点钱 我心疼的是这个东西还有没有我爱的是这个李 所以这条其实仍然是 那个年代 李崩月坏但是孔子仍然在坚持仍然在坚守的一个表现 这就是第17